第四集 電玩宅數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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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電玩宅數Play 我是主持人C月彤 知名遊戲製作人神古英樹 自從離開白金工作室之後 開始致力於經營他的YouTube 話說最近他在節目上透露了一個 令粉絲都相當興奮的消息 噔噔 有一位粉絲問他說 請問一下惡魔獵人1 有沒有機會重置啊 然而他是怎麼回答的呢 現在就跟著電玩宅數Play 一起聽聽他本人的說法吧 曾打造惡魔獵人 被優妮塔與大神等知名遊戲 聞名的遊戲製作人神古英樹 自去年10月離開白金工作室之後 便將重心放在 經營自己的YouTube頻道 近日就有粉絲在神古的節目上詢問 關於惡魔獵人是否會用 RE引擎重置的可能 他也不吝嗇回答 這個想法相當誘人 表示他有時候也會夢想 以前參與的那些老遊戲 如果放在現代重置 會變成什麼樣子 跟進一步談到 雖然現在也有類似 惡魔獵人HD化這樣的作品 但他更想用最先進的圖形技術 和更複雜的遊戲設計 來重置這些老遊戲 看得出他真的有想把這些老遊戲重置的念頭 雖然因為禁業條款的關係 神古一年內無法從事遊戲業相關工作 最快也要等到今年10月後 才能再以遊戲創作者的身份 與大家見面 不過大家對於這些遊戲重置的期待 想必本人到時也會相當重視 大家有期待哪款神古英樹的老作品 日後可以推出重置版嗎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討論唷